莉莉,你在哪呢?家里出大事了,你赶紧回家吧 老公怎么了?什么事这么着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才我手机突然收到五条银行卡的信息 卡里的一百八十万让人分三次刷走了 我回家也没找到那张银行卡 你说什么?怎么会这样? 就算银行卡被人偷了,没有密码也刷不了啊 你在家等着我,我马上回家 那张银行卡我一直放在床头出的抽屉里呢 现在卡里的钱都被人刷走了 老婆你赶紧回来,我们去报警吧 老公,你先别着急,等我一会到家再说 莉莉挂断电话,突然感觉到 此事可能和母亲有关 于是连忙联系了母亲 妈,刚才豆包给我打电话说 银行卡不见了,卡里的钱也被人刷走了 这件事是不是你做的 女儿,你弟弟准备结婚 女方要求买车买房 豆包卡里的钱是我刷走了 给你弟弟买了一套房 买了辆车,还有一些首饰 一百八十万花的差不多了 妈,你在说什么?你还真是我亲妈啊 全部划完了 你让我怎么和豆包解释 银行卡你怎么拿去的 还有密码,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上次你们带我去医院看病刷卡的时候 我在豆包背后看到了密码 于是就偷偷记下来了 银行卡是我看到你们放到床头会里的 豆包现在非常着急 刚才他打电话说要报警 你说,让我怎么和他解释 这个还需要跟他说吗 你们俩都结婚了 他的钱就是你的钱 都是一家人花点钱能怎么了 他居然还想报警 现在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吃网硬了 这个家不是你说了算吗 妈,你说的这些我都认同 但是我弟弟的收入也不低啊 他结婚为啥还让我们给他买婚房 卡里的钱都被你们花没了 我和豆包以后怎么过啊 我为什么就不能给你弟弟买车买房了 你弟弟条件是挺好 但是他的开销大呀 你弟弟现在要结婚 难道你帮帮你弟不行吗 你毕竟是他的亲姐姐 妈,难道我帮的还少吗 力所能及的事我可以帮 但你总不能让我倾家荡产的去帮他吧 你也太偏心了 我弟弟结婚是他的事 谁让他平时大手大脚的花钱 这准备结婚了没钱了 怪谁啊 现在豆包还不知道 如果让他知道了 一百八十万都花没了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说豆包要是真的报警了 你说咋办吧 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豆包他敢 他要是敢报警你就和他离婚 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不就是花了他一百八十万吗 至于报警吗 大不了等你弟弟有钱了还他不就行了 现在我就找他说说 你也赶紧回家一趟 咱好好和他聊聊 不能让他报警 听见没 半小时后 岳母和莉莉一起回到了家里 豆包 我听说你银行卡找不到了 你要报警是不是 我告诉你 卡是我拿的 里面的钱也花没了 你现在还要报警吗 怪不得我之前的名贵手表 和那些贵重的东西经常丢 也是你拿的对不对 卧室是私人的地方 麻烦你以后 不要去我们的卧室翻东西 请尊重一下我们的隐私 真搞笑 在这个家我才是一家之主 我想去哪个房间就去哪个房间 想拿啥就拿啥 用得着你管 你说的很对 之前的那些贵重东西都是我拿的 那些东西都给我儿子了 我儿子很喜欢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当姐夫的有好东西 不应该一起分享吗 我们家的钱你凭什么给你儿子花 你这次做得太过分 背着我们把卡拿走不说 还把卡里的钱花没了 这么多钱你都花哪去了 我花自己家的钱还需要和你们打招呼吗 我把钱给我儿子买了婚房 买了车都是给结婚准备的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一百八十万吗 你那么能挣钱 花完了你们再去赚不就行了 再说了 那些钱又不全是你的 里面还有我女儿的钱 我花我女儿的钱难道不行吗 你说的轻巧 你知不知道我们攒了多少年 才攒了一百八十万吗 你倒好 一天不到就花没了 给你儿子又是买房又是买车的 你怎么能这样 你看我们家到现在都没买过车 还把我的表和那些贵重的东西 都给了你儿子 你这是要把我们家的东西 都打包送给他吗 豆包 做人要大气 不能太小气了 这一辈子你弟弟结婚就一次也不容易 我们就应该互相帮助 不要太计较 我知道大部分的父母都偏心儿子 但是你也不能屋底线地偏向你儿子吧 我们家的东西几乎都送给你儿子了 真是越老越糊涂 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你儿子 难道我们家就不过日子了吗 豆包你怎么说话呢 竟然说我老糊涂 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我儿子花你点钱怎么了 大不了等我儿子赚钱了还给你 我养老的问题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有儿有女 还有以后你俩挣的钱必须交给我 由我来分配 听见了吗 你清醒一下吧 你都把我们家的钱全部拿走了 还想让我们把工资交给你 那我们喝西北风去吗 再说了 我们凭什么把钱交给你 你算什么东西 这是不可能的 你别做梦了 现在都敢当面顶撞我了 不吃好歹的东西 凭什么把钱交给我 因为我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 所以你们的工资必须交给我 这么简单的道理不懂吗 你这样也算一家之主吗 把家里的钱和东西都偷着给你儿子 有你这样做的吗 你竟然敢骂我 你是不是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居然说我儿子是外人 你才是个外人 我看你是不想待在这个家了 你如果不想待就赶紧滚蛋 行了 今天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我知道做女婿的在你心里就是个外人对吧 那你为什么还要拿外人的钱给你儿子话 我看不知好歹的人是你 你这个愚蠢的老太婆 该滚蛋的是你 你不知道这房子是谁的吗 我想让你住 你就在这住 我不想让你住 你就得给我滚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就不该把你从乡下接来住 就该让你一个人在那边孤苦伶仃的 你不要忘了 这也是我女儿的家 我在我女儿家里住 我就是这个家的主人 不管大事小事都归我管 你这老太婆可真够不要脸的 这套房子是我婚前买的 是我一个人的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让你滚 你居然还敢威胁我 我倒想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 女儿 你老公欺负你妈 你得好好调教她 给妈出口气呀 豆包 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吧 不管怎么说 她毕竟是我妈 也是你的岳母 有你这样和老人说话的吗 你妈偷走了我的钱和东西 难道我还要笑脸相迎吗 你如果和你妈一样瞒不讲理 那我们的日子也过到头了 那你也不能跟我妈这样说话 不就是拿了你的钱和东西吗 也不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吧 再说了 钱和东西都是我们家的 都是一家人有必要分的 这么清楚吗 女儿你说的太对了 妈总算没有白养你 我是看出来了 你和你妈都是一丘之和 就因为你骗她你妈 所以她才敢偷我的钱和东西 既然这样 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废话了 我还是报警处理吧 等警察来了 先把你妈送进去 然后我们再去离婚 属于我的东西我一定会拿回来 你们以后好自为止 说豌豆包就拿出手机报了警 最终岳母因为偷窃罪 被送入牢房 豆包和莉莉也离了婚 一对夫妻就这样 被偏心的岳母拆散 你们认同女婿的做法吗 评论区讨论一下吧